一口气看完,西晋王朝51年历史 公元266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 逼迫为原帝善让后,篡为称帝 定国号为晋,史称西晋,晋武帝 275年,晋武帝司马炎 追尊司马义为晋宣帝,庙号高祖 追尊司马师为晋景帝,庙号世宗 追尊司马昭为晋文帝,庙号太祖 279年,晋武帝派遣20万大军发动灭武之战 280年,由于晋武帝准备充分,仅用了四个多月 便灭亡了孙吴政权,吴卧帝孙号出城投降 自此,司马炎统一全国 282年,西晋在晋武帝的治理下 人口恢复到3500万 当时,社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安居乐业 史称太康之治 285年,陈寿转成史学巨著,三国治 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 中年55岁,在位25年 晋武帝在位后期,逐渐奢侈腐化 宫中姬妾,有晋万人 同年,白痴儿子司马中即位,视为晋惠帝 由外妻杨骏辅政并立贾南风为皇后 立长子司马裕为皇太子 尊敬母杨旨为皇太后 291年,由于晋惠帝司马中,生性懦弱 皇后贾南风联合 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尾 发动政变 杀害辅政大臣杨骏又缴诏饿死皇太后杨旨 自此,历时16年的八王之乱开始 同年,贾南风又设计杀害司马亮、司马尾二人 从此,皇后贾南风掌握了朝政大权 299年,贾南风设计杀害太子司马裕 300年,赵王司马轮以谋害太子之名发动政变 废杀皇后贾南风及其党羽 自此,司马轮独揽大权 301年,司马轮逼迫晋惠帝退位自立为帝 同年,齐王司马九在和奸王司马庸 成都王司马颖的支持下起兵讨伐 司马轮,司马轮屡战屡败,被迫退位 司马九又盈利,晋惠帝复位并将司马轮赐死 自此,齐王司马九独揽大权 302年,由于齐王司马九打算长期专政 和奸王司马雄和成都王司马颖起兵讨伐 齐王司马九,长沙王司马懿也在京城洛阳响应 最后,齐王司马九被长沙王司马懿所杀 自此,长沙王司马懿又独揽朝政大权 303年,由于分赃不均 和奸王司马雄和成都王司马颖起兵讨伐 长沙王司马懿 最后,在京城洛阳的东海王司马越 勾结晋军将领将司马懿杀害 自此,司马颖和司马雄独揽大权 同年,趁着西晋皇族八王之乱互相攻伐 李雄占领四川后,在成都称王建立成汉政权 匈奴人刘渊也以赴汉为名建立汉国 并追尊蜀汉皇帝刘善为汉朝孝怀皇帝 自此,五胡乱华开始 305年,东海王司马越 以司马雄和司马颖专政为由发兵攻打二人 306年,东海王司马越 击败司马颖和司马雄 并将二人杀害后,赌掌西晋政权 自此,八王之乱结束 东海王司马越在八王之乱中 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 307年,晋惠帝司马中 在受尽凌辱后,被司马越毒杀 中年48岁,在位17年 同年,他的弟弟司马赤 被司马越拥立为帝,视为晋怀帝 308年,匈奴人刘渊 正式称帝定国号为汉 并开始了灭亡西晋的历程 309年,刘渊派妻子刘聪 率时乐、刘耀等人 进攻西晋都城洛阳,但遭到 西晋军的顽强抵抗,刘渊军败退 同年,刘渊并是长子刘和几位 刘渊第四子刘聪 随即发动政变,试杀皇帝刘和 夺权称帝 311年,西晋专权的东海王司马越并逝 刘聪随即率匈奴大军 围攻洛阳,当时 西晋皇室和士族,已从京师洛阳 纷纷迁至江南,而南方 拥兵的诸王都没有出兵勤王 同年,刘聪的军队攻入洛阳 近怀帝被俘 刘聪在洛阳杀害西晋官员 何宗是三万余人,史称永家之乱 313年,被俘的近怀帝被刘聪毒害 年仅30岁,在位5年 同年,长安群臣得知近怀帝遇害后 雍立司马业为帝,视为近敏帝 316年,刘聪派刘耀率匈奴大军 围攻长安 近敏帝在时段粮绝的情况下 投降匈奴人刘聪 4年,刘聪将近敏帝杀害 年仅18岁,在位4年 自此,享国51年传四帝的西晋王朝灭亡 西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外族攻灭的王朝 同时,也开创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先例 而后,各少数民族陆续在北方建立国家 史称五湖十六国